我们学过要什么什么了 我们今天学快要 快就要要什么什么了 意思一样 你看现在几点? 八点 快怎么样了? 我们要上课了 现在呢? 晚上快十二点了 大卫 大卫快睡觉了 这个天气怎么样? 要下雨了 今天是三月十八号 四月一号 愚人节 快要到了 愚人节快要到了 这个地铁怎么样? 这个地铁就要走了 什么事情很快要发生 这是高铁 高铁还有三分钟就进站 所以我们说 还有三分钟高铁就要进站了 下个星期我们考试 快不快? 很快 所以说 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考试了 你们什么时候考HSK3? 啊 今年 今年 所以说今年我们就要考HSK3了 你看这里用就要 没有其他的 就要 就要什么什么了 就要什么什么了 三分钟下个星期 今年是时间 如果有时间 只能用就要什么什么了 你看他说 什么 就要上课了 好 请你来练习 把他 第一 到 新的一年 了 快要 新的一年 快要到了 二 火车 来 快要 了 火车 快要 来了 第三 明天 就要 姐姐 了 走 明天 姐姐 就要 走了 或者说 姐姐 明天 就要 走了 第四 我们考试下个星期了就要 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考试了 或者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很好 请大家自己做一百一十九页的练习 第二个都什么什么了 十二点了 十二点了 我们还在上课 你说什么 老师 老师都十二点了 我们想吃饭了 但是下个星期你们要考试 老师会说什么 都要考试了 要好好学习 要好好学习 所以都什么什么了 什么意思 已经 但是高兴吗 不高兴 这是你 这是你的妈妈 上午十一点 你还在睡觉 妈妈会说什么 都十一点了 还不起床 凌晨一点 你还在玩手机 妈妈会说什么 都一点了 还不睡觉 晚上十一点了 你还在外面 跟和朋友玩 妈妈会说什么 都十一点了 还不回家 有的人不喜欢过年 因为 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会问他们 都二十五岁了 怎么还不找男朋友 女朋友 你有了男朋友 女朋友 他们会说 都有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了 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了 他们会说 都结婚了 什么时候 生孩子 所以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不喜欢过年 OK 你们来练习一下 用都什么什么了 晚上十点 在工作 都晚上十点了 他还在工作 十三点 就是一点 还没吃饭 都一点了 他还没吃饭 晚上十一点 商店 关 都晚上十一点了 商店都关了 六岁 上学 都六岁了 他还没开始上学 好了 都四岁了 都七十七百三岁 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